在安乐区安和里长佟一鹏带领下 基隆市议会议长佟资委 拿着便当和基隆市议员施委证 以及年轻朋友们亲自一起送到弱势户家中 让他们感受来自社会的关怀 而这些便当都是由一群长年默默 在各区捐赠物资和便当 行善不遇人知的年轻朋友们集资所捐赠 我们其实就是希望说可以帮助一些 独居老人以及那个弱势族群 那就是希望未来有更多人 跟我们一起参与这个活动 那这次也非常谢谢议长 就是为了人民跟我们一起参加爱心 原本不愿意在镜头前曝光 但是在基隆市议会议长佟资委鼓励下 这次捐赠一千斤百米 以及五百个便当给安乐区 弱势户和独居长辈的爱心 才愿意公开 希望抛砖引玉 带动更多人投入行善记住弱势的行列 安乐区在我们同一棚里长的带领之下 我们现场有这么多位里长 来面对这个我们的独居老人 跟弱势居民的关怀 我想今天特别感谢我们的年轻朋友 他们抛砖引玉做帅心的做爱心 让善的循环在基隆持续 那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典范 我们这么多年轻朋友在基隆 然后为善不育人知 也不想公告自己的名字 就想默默的做善事 关怀我们的独居老人 我想基隆是非常高龄化的一个社会 独居老人问题非常严重 所以在我们的里长共同的努力之下 然后刚刚中山区的施伟正议员 也特别来帮忙搬680包的米 跟400个便当 我想今天特别的感动 也希望这是一个抛砖引玉的典范 希望我们的善的循环持续下去 连基隆市议员施伟正 也受到感动一起响应 那最重要的是 因为基隆市是一个相对剥夺 比较重的城市 那许多年轻人都外出工作 有许多长者 自己一个人在家里面 可能需要一些物资 他没有办法获得 我想这应该是我们这些三星人 是他们最一开始的初衷 我们也希望可以藉由这些善举 渐渐的激发 越来越多人投入 对于这份爱心 安和里长同意棚 也代表受惠的安乐区 13个里的里长 以及各里里内 弱势户和独居长辈们 由衷感谢 透过里长的系统 可以确实达到这个效果 所以说我这次一步一步来 然后议长也有讲过 他会持续的推动下去 所以这一次我有着急 几乎安乐区一半里的里长过来 然后这项活动 我们就持续持续的一直下去 谢谢里长 谢谢议长的帮助 跟这些善心朋友的协助 谢谢各位 同意棚里长表示 部分弱势户朋友 自己会到里民活动中心 领取白米和便当 绝大部分 就会请其他安乐区 各里里长带回去 协助分送给各自里内的 弱势户以及独居长辈们 分享这份爱心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优优独立的 优优独立的